给她的那个首构商 首构商问她 这里留言多少年了 她的树 她在笑吗 跟她讲差不多第一年生了 她不相信 第一年的果 第一年的果她不相信 口感 口感跟老树差不多 就是用coccoli 对 因为你看我们coccoli 可以带到它榴莲有斑斓的味道 那么我们可以调到一个101 它的牛奶香味 那它是怎么用的呢 丢了 那么有些是喷 丢是直接就在树周边去撒一下 树周边撒一公斤 一公斤 这样大的是一公斤 她说这个树 这个树还是这个树 这些生的差不多一公斤就可以了 10年了吧 10年的树 所以我们小的 小的时候开始种的时候 我们去用80克 80克 20L的水 去喷 去喷 80克20L的水的比例的话 应该是 就是一吨的水要用4KL 一吨用4KL 1比250的比例 以前我小树的时候 没有大树小树 都是这样喷的 这样喷的 多久喷一次 一个月 至少要一个月 那丢的话 多久丢一次 我们这棵树杀掉完果一次 就给它要倒要省的再躲一次 好了 那边的那棵树是吧 它是用的就是 人就不说什么品牌了 就是大品牌 国际大品牌 国际大品牌 所以问题很多 用了两公斤是吧 因为特别多 然后树叶都枯色了 对不一样的树叶 所以给它特别多的带领甲 不是一个好事情 现在您摸索这个巧克力的经验 已经有多少年了 4年 4年了 现在摸索出了非常丰富的经验 所以我们由中 你看管理的这些 我们由中 我们由中也是4年才看到成绩 所以我们的压制 它的那个病害 那个磷脂病都压到最低了 磷脂病 包括在油棕上 对 老板 用了几年克克力了 四五年了 用了四五年的克克力 这股这个根气 这已经是最后一茬了 这一季的榴莲快结束了 但是看一下这些树的长势 它是非常健康 全部是4的 全部年年 以前的时候啊 它刚开始种榴莲 也是走了很多弯路 穿着叶片 非常均匀 你看就是很健康的 然后我们来看 你看这些榴莲树的 很健康 你再看这边的 虽然距离有点远 但是也能看到 叶片非常的酷 你看这样一天不会 树式长势不是很好 这边的话 因为是别家的 仍然是在用一棵树 差不多两公斤的这种 弹磷脚在用 这边的话 只需要减少一下弹磷脚的用量 加一点点 按照刚才 胡先生说的这个用量 效果就非常好 榴莲也很美长的 口感产量高 巧克力助力 榴莲 增产增收 中国的巧克力 世界的Coccoli